MING PAO TORONTO 焦點視頻 梁善恒原機解碼的時間 迎過幕見到我們的梁善恒師傅 你好 大家好 師傅 我們之前講了很多關於香港的命運的東西 你用了一些命盤去看 今集大家都了解 我們今天錄影的時間 就是2020年的8月1日 發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們的香港 所以跟你聊天的時候 你也提及過 其實由這個地運的角度來講 其實可以講很多很多風水的事情 上至我們香港的命運 下至下去 究竟我們房子的風水是怎樣的呢 其實根本都是一氣呵成的 是不是師傅 是啊 你問得就真是好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時我們香港很多問題 這樣發生了很多事故 很多人都想問 是不是地運所致呢 是因為人為所導致呢 會不會是命中有助呢 有沒有先機可以預測呢 我就想借助這個機會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香港只有今時今日 香港只有今時今日 其實是跟地運有關的 嗯 如果我想解釋一下 地運怎樣來呢 首先我們香港的位處於大南方 是 是 中國最南邊的地方來的 嗯 我們的地勢呢 那個農物呢 就是背靠中國大陸 而前面呢 就是維多利亞海港 即是說我們的地勢 就是坐北向南的 大家都知道的了 是 我們香港 有這麼久的繁榮 又開放百多年 一直繁榮到至今 都是全靠 那個維多利亞港 是大協島 那種繁榮興旺的 嗯 這樣 知道世事是沒有永恆的 什麼都會轉變的 我們現時有這麼多麻煩 有這麼多爭拗 又有疫情困擾 那還擔心一點的 就是經濟衰退 其實 種種都是大家不想見到的事情 那什麼時候可以度過了這些壓魂呢 我就是想用一個地運那個原空 來分析一下 給大家分享 那師傅 那我想請教了 我們見到其實呢 隱隱約約你手上呢 都拿著一本書的 是吧 OK 沒錯 那這個是一個掛像 是 是 我拿著這本書 那本書呢 那本書呢 寫著名義 嗯 其實那個全名呢 就叫做地火名義 是 那 關什麼事呢 原因就是香港今年的榴槤掛 嗯 是出現了地火名義 那我先解釋 這個榴槤掛怎麼來 這個榴槤掛就是從原空飛升 那個飛升數 進入了南方的位置 而我們香港的地勢 和那個行政中心 也都是處於南方 所以是直接受到影響 所以出現到這個地火名義 嗯 我再解釋一下 那個飛升是怎麼來 其實那個原空飛升 是天上那九座的行星來的 嗯 不是太陽是那九座行星 而是北斗七星 再加兩顆輔助星 共九顆星 它那幾座星座 每不同的時分 是會出現交叉照射 那計算那個歷法 2020年那個二黑星 就飛了入南方 嗯 現在升飛合南方之下 跟我們南方的九子火 是結合了 所以出現了一個掛像 是叫做地火名義 那我要解釋一下地火名義 究竟是屬於什麼事情 嗯 地火名義 好像象徵 那個太陽 下了山 只會一路一路黑暗 黃昏的時候 太陽就下山了 那個景象就很被地火名義 越來越黑暗了 最終呢 就大地漆黑一片的 而且地火名義呢 是氣名頭暗之事 嗯 即使說那個光明漸漸喪失了 只會進入黑暗 那大地無光之著來的 今年的運程 就是這樣了 你見到現在的疫情又反彈 那個疫情 早那一陣子又淡靜了 現在忽然又反彈 是無日無知 即使我們香港能夠處理得好 不過很多時候 是受到外來感染 因為我們不能夠說 徹底封關的嘛 是 怎麼都會受到外來感染 嗯 只有一個感染 就全片 全片 全港狗 遍地開花 嗯 這樣搞法就無日無知的 嗯 這樣疫情 沒有辦法過去經濟人 何復甦呢 是 真的大地一片 所以今年的榴槤掛像 就是這個地火名義 那有些人會擔心了 既然已經出現了地火名義 這個掛像叫做氣明頭暗 是鳳凰垂翼之象來的 嗯 氣明頭暗 也都暗示有些人做錯了事 做的事情是背道而遲 嗯 這樣就是等同氣明頭暗 搞到經濟一路衰退 這樣就算疫情過去 都不知怎樣可以恢復回 嗯 那些經濟會放越下的話 如果在這三兩年都沒有辦法復甦呢 我看香港的資源呢 又慢慢慢慢耗盡 這個是我個人最擔心之處 嗯 因為師父剛才你都講過 就是 可能在這個 掛像顯示情況之下 導致到 有一些人 他做錯了一些 的決定 之類 令到 我們的香港 都 好像有一些問題 產生了 更何方何 你說的最大鑊的一件事 亦都是你最憂心 要在我們這個節目提及的 就是 因為接下來 九運 是在講 那個向南的水 是有些問題的 而香港正正就是這樣 似乎這樣 九運是在講廿年 那不是好事嗎 師父 沒錯 那我要解釋 那香港過去 一路繁榮富庶 是得天獨厚 因為就是 維多利亞海港 最近 維多利亞海港 一路填海 收窄 這個影響香港的氣運 都不再講了 那其實呢 2025年之後 其實呢 就是2024年開始的 那2024年後 是九運當道 那九運 有20年的氣運來的 那九運代表 是南方氣運 南方有王氣的意思來的 那應該香港 是會當時得令的 因為香港地勢 就是坐北向南 香港的農物 都是靠著中國大陸 香港正是坐北向南 應該吃到那個 當運那個氣象 無奈 無奈 香港的前面 在香港 南方 那個位置 是全部都是水來的 嗯 維多利亞港 都是在南方來的 以整體香港的 坐向來計 維多利亞港 是位處於南方 而且港島以南的呢 都是南方 那意思說呢 在當圓運的時候 是有水的地方 的下 它就是叫做靈水 那靈水是什麼呢 靈水是壞的水 凡是面對靈水的地方 例如社區或者城市 甚至每一個角度 都會當衰的 是 那衰有二十年 那試想下 有哪些人可以衰得起二十年呢 就算一個城市 一個國家 都衰不起二十年的 二十年衰落 足以打回圓形 變回石器時代的 那香港就是位處於 左北向南 就是向著維多利亞港口 就恐怕會出現這個 這個靈水效應 如果知機 如果知道這個危機 可以想辦法改變的話呢 這樣就要將那個水 能夠改變 怎樣改變呢 是將那個向改變 能夠將香港的氣雲改變 如果不向著那個正南方 改向其他的方向 那就不用受到這個靈水所影響了 是 但是要這麼大的改變 必須要拿出很大的決心 嗯 要將政府總部 和主要行政中心 移離 移開了南方 找個第二個地方落腳 這樣 這樣 還有將那個人工 造成一些倒墜 這樣就變成 改變了那個助向 或者可以改善了那個押運 反敗為勝 都還可以 好 OK 其實呢 講起這個地運 又講香港 又講我們一些家居的風水 這一系列的話題 我們還未完 還有大把東西要請教師傅 但是呢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下一集 我們再請教梁善恆師傅 多謝大家